好 台湾第一次申办了 这是国际认证的 万金石国际马拉松赛事 今天登场了 透过最新的画面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你看一大早 好多好多人不畏风雨 选手热情来参加 不过今年比较特别的呢 是马拉松全程拉拉队 都伴随加油 你看这群呢 短群正妹哦 让现场气氛呢 害到最高点 主办单位昨天特别在万里 举行了精英选手欢迎记者会 来自了全球五大洲 二十位马拉松的好手 齐聚一堂 为赛事来暖场 象征的徽章 局长帮我们贴上了 经过九个多月的筹备 第十二届新北市万金石国际马拉松 进入开跑倒数 今年有一万一千多人报名 其中国际参赛者数量 更是历年之罪 主办单位在今天 特别举办精英选手欢迎会议 会即将登场的赛事暖场 万金石国际马拉松比赛 那么我们第一次来跟国际田总 来申请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中华民国田径协会 那么大力的一个支持 来自全球五大洲 九个不同国家的 二十位世界级精英 难得齐聚一堂 其中曾获得世界半成 马拉松冠军的 肯亚籍选手Paul 也对这场比赛相当期待 变对各国选手 来势汹汹 台湾代表张家哲 也许是代发要和世界精英 一较高下 他们来到台湾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多多的交流互相学习 那学习到不一样的 可能各国不一样的训练方式 为了提升赛事品质 保护选手安全 主办单位呼吁非参赛者 不要前来陪跑 以免影响比赛进行 另外新北市交通局 在3月2号上午 也将进行交通管制 提醒驾驶人尽量避开 万里翡翠万大师们国中路段 记者胡志昕 陈建雄新北市报道